赛福 大家好 我是李万胜 来自福建前桌 毕业夏本大学工商企业管理系 今天离开创业者的这个身份 回到市场寻找两个工作岗位 一个是运营总先 一个是学习融资这一块的 谢谢 谢谢 好 欢迎你观众 给你准备了一份 你以后所有人都有 所有人都有 别别别 我们那边的土特产 大老师是什么呀 有的老啊 真的是很有心的选手 接一把 接一把 不是 关键是我在想 你这一来 你说我们这接下来怎么招啊 他特别有心 我看到里面有一个小纸条 写的什么呀 然后上面写的是 很高兴认识您 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小小心翼谢谢 然后有他的名字和他的电话 那我们收获这么多的礼物 这是第一次 真的有人把自己的联系方式 哎呀 我的怎么没有啊里面 是不是只有小叶的有啊 有 有都有都有 都有啊 都应该有 所以我是觉得通过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事情呢 我们能够看到 首先他送礼是一份心意 而且他很会做营销 然后呢他这件事情送礼 他是有目的是对的 就是让大家对他产生好感 并且这个好感 我得记住是对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套做得很好 我拿到这个礼物 我觉得特别的合适 就是不轻不重 然后呢 是一份小小的心意 是 它瞬间拉近了我们的一个距离 所以我想你是原来做销售吗 是的 我一定在做的 但是我接下来想问你的是啥呢 你这刚才自我介绍到当中 也提到了曾经是创业者 哎 创业好好的 怎么出来求职了呢 我这一次出来的原因 主要是要来学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就是想资源互补 因为我本身从09年创业到今天也十几年了 然后也做了一些成就 但是呢 我现在有两个项目非常好 我想尽快的就是把它整个中国市场打开 但是呢 因为没有资本介入的话 我是很难打开的 但是我现在又不会 所以我必须要进入这个大公司里面去学习 我不可能一辈子打工的 但是我可以把这个资源协会了 然后我再继续去做我最快的 对 不会一辈子打工 好 我有很多福建朋友也经常说这句话 不会一辈子打工 您这个我看到求职经历 2009年是食品公司总经理 对 2004年是这个食品公司副总经理 然后再往前倒 还在猛牛干过 对 您自己选 咱是按照时间上的顺序来说 还是倒序说 从猛牛先开始吧 先猛牛开始 好 帮我把那个PPT打开一下 谢谢 我02年在04年里面的时候 当时在猛牛里面 旁边那个是我的公牌 我在里面是做经历 然后当时有一块市场 换了七个经销商 一直做不起来 当时公司的话 就把我派到这个城市来 派到这个城市来的时候 我就自己的就是 成立了一个赶指柜 所以我现在是想请 因为这地方它是属于营销这一块的 它是属于营销这一块的 所以我想请他来指挥这场战役 跟大家一起分享 因为所有终端都会碰到这件问题 让他说怎么做 对 然后呢 然后我自己也有设计了一套 你们俩要对比是吗 一起学习 我觉得很奇怪啊 切磋 切磋 那你给个理由 你给个理由 为什么石头哥要给你 要给你切磋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 就像这些商超的人 为什么要再理你 石头哥为什么要跟你切磋呢 那这样吧 我把我的就是 我的设计方案拿出来 这样吧 然后让他点评 让石头哥来点评一下 来 你先说你的作战方案 帮我让个黑白板拿上来一下 来 带上我们的白板 那我当时下去的时候 我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 设立指挥部 我的指挥部就设在 就是我的墙顶的一公里之外 交通非常便利的一个地方 然后第二个就是部署人员 部署人员的话 我分成就是有突击队 赶死队还有宣传队 那突击队的话是 以路线来控制的 就是这条街有十家电 把这十家电全部都控制下来 然后这个赶死队的话 专门针对那个 纵标企业就是大客户的 那宣传队的话就是这样的 宣传队的话我是 从厦门大桥到电杆 到动车站到火车站 汽车站所有的店铺 所有的POP 吊旗吊牌 全部一夜之间全部给它挂上 然后我们做下去的时候 效果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 最后的话我们是这样的 就是招募运输队 但因为没有车啊 全部是外面去招那种配送车 速度快的 买个片期会下去 然后呢再把这个量定给他们 再把那一个就是 所有库存的快要自销了 或者快要过期了 全部下架 换新的给他 但是只有一个要求 我要最好的位置 我给你配导过进去 马上帮你销售 所以所有老板都非常同意 那就把我这件事情 就这样做起来了 那第一个月的话 我当时在里面的话 第一个月完成430多万 第一个月 第一个月就完成430多万 不是 你去之前呢 经销站了我不知道 你是从零做到430万吗 对对对 那你430万投入的这个市场 和人员成本是多少 大概 大概30多万吧 30多万的成本 就能做到400多万的 对 那太厉害了 这费消费太低了 这个我要听群姐给回复 因为群姐是 因为我跟你讲一下 第一 所有的车不用钱 我们真正的钱 只有花工资的钱 其他都不用钱 对 为啥不用钱呢 这个运输队怎么不花钱 对 为啥不花钱呢 钱不提成 钱不靠提成 你给我后给我送过去 一件给你多少钱提成 没有花工资的 就是 就是 就坚持是吗 坚持 对 坚持 你可以做你的事情 你要去搭别的车 拉拉拉都跟我没关系 但是每天早上的话 我有订单给你 你马上给我去送 明白 那我问一下 400多万之后第二年 在这个市场上 一个月能做多少钱 我们每个月都 大概递增百分之十几左右 当时最 现在目前下半的话 一个月大概可以做到 600多万左右 最多了 但是万事人 我听下来 我觉得你整个过程来讲 你只用一件事情 就是招人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一个 做区域市场来讲 你的基本功 没有特别听到你 特别奇特的一些策略 不 不 杨荣啊 因为我是做过零售的 而且就在他那个年代 2000年左右 这20年前的打法 在一个你有品牌背书 打区域小市场的时候 运用你在当地 这个快速铺渠道的能力 野蛮的快速的铺货上架 然后帮着做出销 是非常有效果的 但是前提是 这是20年前的打法 那所以到了20年以后的今天 你还是这一套打法吗 不 不 如果是现在 现在的这种情况吧 除了中 因为这种牛奶 它除了做终端 它互联网没办法做 很难做的 那如果说做微商的时候 如果它要通过微商 有啊 有现在目前很多 很多那一个就是 类似的商品做微商 第一条是加微商的渠道 第二条呢 互联网除了互联网 除了电商没有什么的 只有一条就是加微商 对 我想听石头哥的点评 来 说个点评一下 是 是 是这样 它 大家容易高估了 2002年的时候猛牛 猛牛那个时候呢 实际上从伊犁出来刚创业 没错吧 你那个时候的产品形态 也只有利乐包 对 利乐包包 准确地讲啊 你做的这个事 实际上是个渠道营销的工作 对 也不是什么品牌营销 也不是产品营销 对吧 就纯渠道 渠道中间 你现在那个精神呢 抡大锤 抢兵围 挺好的 对吧 这就需要这样操作的 不过呢 你真正想做好渠道的时候 一定不是只想渠道这点事 不实 精准 成效 可持续 你建网络 你不是靠自己去一个个铺 如果没有经销商 你自己下一步一地建网络 第二 抓陈列 对吧 因为货架中间 可能伊犁的 可能三元的 可能当地的品牌的 银路的 就很可能给你蚕食掉 你陈列变成一个很重要的 第三件事进圈层 进社区 因为社区中间 老人和孩子是高频 对吧 你怎么让他试尝试 跟他能够去产生复构 这是关键吧 那第四呢 搞促销 对吧 你刚才你说 你那也搞了很多促销了 你就不断地要去持续 往下去做 咱们就综合刚才 我们的求职者李万胜的 这段表现 因为大家也提了一些问题 如果让你百分之 给他打个分 60分及格 满分100 你给他打多少分 你如果是以这个 就是经理级的标准 好 我打70分 尤其是需要开拓新市场的 如果是今天你要是做 什么营销总监 是必须有营销思考的 比如买点上 找卖点 渠道做品牌 这些的 你的目前这个部分 是没及格的 那个杨石头 给你打了70分 你自己回过头来看 当年这一系列的操作 现在给打个分 你自己给自己打多少分 我觉得我可以打到90分 做一些性化的 像我们这种第一线的营销人员 很简单的 就是把客户的钱抓回来 放在口袋里面就对了 不要去讲那么多 什么各种各样的营销 这些跟我都没有关系 我就是把货卖出去 把钱收回来给公司就对了 所以李总 你的分数是定位在突破性人才 项目性 项目制 而如果你有天作为经营性 长期的这种经营性人才的话 石头哥其实说你是不及格的 所以我觉得你的定位 我是赶死对 我今天我誓死 我要把这个项目 这个城拿下来 那这是你的定位 所以如果说这个90分 你打在当时那个时候的你 我觉得是同意的 但是你今天面试的是 一个营销的运营总监 而你那个时候打开分子的自己 是一个取道经理 如果当时的取道经理 90分是没有任何问题 他做的这一切 我们在20年前都做过 勾起了我非常大的同理心 因为原来我也是做零售出生的 以我过往的经验 我可以判断 他当时是做得非常优秀的 就是我已经被他 完全的表述当中 就融入进去了 他70分 我90分 还有20分 对不对 那我现在把第二段给他讲完 然后你看一下 这个分数是多少分 我在第二个公司 里面的话是 这家公司是快要倒闭的 当时五年的时间 我就把所有的卖场 全部开发起来 必须再开发了几千家 就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最后一家就是沃尔玛 沃尔玛当时是很难做进气的 非常难做进气的 他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做不进气 那我当时是从加勒服 给他打进气的 但是 反正我的想法很简单 然后你说最后业绩怎么样 非常好 整个卖场里面的占有力 跟销售都是我们第一的 李先生 不要说非常对 用最后这一句就行了 告诉大家 我是第一 销售额是多少就可以了 销售额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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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整年 福建省的话 大概是七千多万 今天你来到菲尼莫属 你有异项企业吗 有 哪一家 松鼠AI 对 好 你的期望岗位 是营销运营总监等 对吧 期望薪酬是多少 底薪至少要三万 底薪三十K 对 然后期望工作地点呢 上海可以 福建也可以 深圳也可以 来 各位企业家 根据我们求职者李万胜 一个有着多年 且丰富经验的销售老兵 企业家们 选择一下吧 非常不错 祝贺你半生 还有十一盏灯为你留下 共同进入你今天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财 我其实想问你在过去的十多年的时间里面 发生了变化 你讲了02年到09年的事情 那么到09年以后 最近几年的业绩怎么样 你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你给我讲讲 你有带什么资料吗 我有带着那个PGT 好 那这个我们就暂且作为你的这个才艺的 展示 作为你的技能展示 好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这个 周伟现在在瑟瑟发火 核心终于来了 我讲的都很实际 你是要讲多少年要干倒松鼠吗 没有 我本来就要加入他 你今天的意向企业是他 就是我要上来之前 我去调研了 我顺便拿了一张他的价格表 哈喽 在一个价格表的时候 他这个收位是非常低的 可是我去的时候 场地有250平方 两个人 里面就两个人 把照片顺便换过来 我都有拍照 放图 周伟已经识化了 这个非常好 是这张吗 非常好 对 周伟也是很幸福的感觉 这个是我去的时候 环境非常好 非常棒 为什么没有人 来 两个人 一个老师都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而且班级两个同学 我还特意跟这个 特意跟这个 这个前台的工作人员聊了一下 聊了大概半个多小时 他主要是没有人 然后之前全部浪费掉了 然后也没老师 万事 万事 六 七点钟 是不是吃饭时间 大家都吃饭出来 等会我回答他吧 没事 没事 然后我在那边 我在那边的话 大概就是 我在那边待得 快要先进一个小时左右 那你想一下 一个250平方的一个面积 按我们那边的租金 大概是两万五左右 加上两个老师 大概一个月的支出 就要四万左右 对吧 那如果按五个学生的话 那快就快死了 这是不用讲 但是他有线上的 线上好可以 线上我价格我也知道了 线上学习的人员 一个月的支出 大概要七千多块 收费要七千多块钱 那你想一下 一个二线城市的话 七千多块钱 那几乎都被公司 全部掏光了 那他怎么生存 你给大家讲这些 然后你的异象企业 又是松鼠AI 你想告诉周伟什么 你总结出了什么 或者你有什么改进的方案 有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问题 因为他现在 这个场地非常好 环境也非常好 然后呢 因为他 你这些老板 或者是他们门店的人 也没有去开发市场 没有把外面的人 把外面的客户拿进来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这块是一定要去抓的 因为钱是最终 是从终端里面变现的 好 说完了 要不要听听周伟的回应 来 我们请周伟来回应一下 那个我非常感谢万胜 你是我们见过 对一个异象品牌 做了解最深的选手 这一点我很佩服他 我觉得咱们其一家 应该给他点掌声 真的应该给你一些掌声 这种认真和执着 我觉得很值得钦佩 真的非常棒 但是呢 这个 我想回应一下 倒不是解释什么 就是说 一个学校的一个运营 你要看他的在校生 你主要是要去了解 这个学校 它的 这个正常的 一个开课的时间 那我们呢 是做课外辅导的 基本上 我们的正常的 这个授课时间呢 是在周六和周日 这两天 或者是寒暑假 周一到周五呢 基本上白天 那它更是空着的 一个学生都没有 因为所有的学生 都在全日制学校里面上学 第二呢 就是晚上的时间 我们会稍微提供一些 免费的服务 给到周六周日 报班的家长 做一个晚托 那个学生是非常少的 就有的可能到我这 来做作业 家里这个父母 没有办法 这个接送的 有点那个免费自习室的意思 对 第二呢 就是 存在即合理 我们用这个 我们石头哥 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我们有没有 深层次的去想 说这个店开在那 它真的有 只有五个孩子的时候 这个老板 这个公司 会不会着急发疯啊 一定会的 那为什么它还没有封掉 就代表 可能你看到的这一点 它不是事实的一个真相 就起码是全部的一个真相 对 它不是一个全貌 那在没有了解到 全貌的情况下面 我们枉然地去提一些建议 有的时候可能 未必会很全面 这是我想的一些回馈 同时呢 你比如说在线 其实我们在那边一个月 没有七千多块钱的学费的 就所有在线公司 我们一个月也就上四次课 对吧 无论线上线下 基本上都是四次课 我们不会收那么贵 周围的回应你满意吗 满意 但是我是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说 它这么大的一个环境嘛 资源太浪费了 应该要把这个很多 比如说很多开托管的 对不对 比如说现在我们那边的托管 是一千五百块钱一个月 对吧 但是它这个环境 比我们那边任何一个托管 都关系都非常好的 那如果说以它的品牌力 随便把这些协生招进来 等到这些协生招进来的话 慢慢把它升级到线上各方面的 那这个就是资源 因为它的环境非常好 但是它反而有去开发这块市场 是不是 所以说我是想说 如果能把这块市场开发起来 那就不得了了 就这样一个情况 你刚才郭兰总也跟我讲 说他要是做地推 我们都挺喜欢的 因为地推兼兵 就是简单粗暴 但行之有效 没客 这个我是打七分的原因 当然你打九十分 但问题是说 如果你要下一盘 更大的棋 就还有两个策略 就产品策略跟品牌策略 它为什么用洋篮 对吧 它为什么去讲 它是大脑透视仪 别人是照相机 它会补你 哪里不会学哪里 品牌是让它值钱的 这边是让它抢钱的 你不是只靠一个腿来走路 你理解吧 对吧 那第二个板方中间的 你的不错 但是你现在要把自己的 那个思考维度 往上拉 你有三只眼 一只眼 看自己 都要产品 看需求 看对手 好吧 你否则的话呢 你只在在自己的逻辑中间 也许做全周你可以 你今天做其他城市 一线城市 你就吃力了 这个一个可能性 我想回到我们选手的能力上面 这个话题上 因为你刚才所有的案例展示 让我看到你是一个表达欲望特别强 但是你的倾听能力太弱了 以至于大家没有办法跟你互动 都是你在发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你对自己的自我欣赏特别好 说明你很自信 可是这也是我昨天说过 有很多人在心理上有什么 叫自立性偏差 就是所有的事好的都是你的 不好的可能就是外部的呀 等等之类的 这个太明显了 以至于你对你自己的能力 评估过高 导致于这个过渡之后 就会让大家对你的那个 悬殊点产生心理反应了 雅云老师 我接着你这个 我想说一下 刚才从我们的求职者万胜 一登场到现在 我们其实都完全按照 他的逻辑和设计在走 他都在输出 他想输出的东西 如果我们要考察他的话 不能光听他说 还要看他对于他不了解的东西 是如何准备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职场情商课 公司的工资 是一种基础底薪加提成 另一种是固定的 刚入行承担率低 但如果承担提成很高 你会怎么选择 如果换成是我 我肯定会选择第一种 底薪加提成 一定这种才有挑战 一般来讲这个题呢 是选择哪些人 有销售的特质的人 销售特质有个 很明显的特征 跟他有点像 就是第一呢 弃而不舍 你不让他说话 我还要说话 我一定要说 就是狼性 弃而不舍 第二是旺盛的精力 你看他的精力很旺盛 折腾来折腾去 翻墙了什么之类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特质 还有一个就是说 选择风险性的薪酬 在薪酬里边 在公司的工资里边 有固定薪酬 是保障薪酬 浮动薪酬 提成是风险性薪酬 他选择风险性薪酬 就是说 他愿意冒险拿更高的薪酬 很冒险是销售的 也是一个特质 如果这个人不愿意冒险 其实他寻求稳定 未必就是一个好的销售 我的初二点很简单 我的初二点 因为我都是做终端的 我就很简单 就是把客户的钱 给他拿回来就对了 所以能不能 先回答我 因为我现在自己的 公司的收入 万胜 来 万胜 你对特别好 快让他说完 你现在自己公司收入怎么样 现在做成什么样了 我们就等着听这个 水果的话 我们一年大概几百万吧 我们不去揪你 一年挣两三百万 还是挣五六百万 对吧 但你一定是高于那三万 底薪加提成的 还是回到他这三万的上 对 就是你那个求职的 目的是什么 因为你现在不是企业 自己做食品 也做得挺好的嘛 对吧 也是老板 那如果说你想去 中水艾学习 你到底想去学什么呢 主要是涉及到龙 是认识一些人脉 这个是我要的 来吧 在我们求职者李万胜的 第二环节的最后 我也提醒各位企业家 还是那句话 不见风动 不见翻动 忍者心动 如果大家 对我身边的这位求职者 李万胜心动的话 很简单 不按按钮 做出选择 来吧 不见风动 不见翻动 只见按钮动 很遗憾 所有的灯都灭掉了 万胜 你今天来之前 有想过会有这样的结果吗 这在你的计划 和意料之中吗 有 那你如果现在总结一下 今天失利的原因 你认为 就说一个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是薪资的问题吧 什么 就是薪资的问题 薪资的问题 对 平律说心理话的 所有的企业家 全部都要从终端里面变现了 这个是最重要的 他今天来到这儿 现场的12位企业家 不心动 难免电视机前 有企业家心动啊 对不对 也希望你啊 通过今天来到这儿 好好地展示自己 也让很多 正在做你当年 最基础工作的 那些年轻人 觉得自己这份工作 并不是碌碌无为 好好干 你看一个你 一个周围 现在做得都蛮成功的 所以说电视机前 那些正在做销售的年轻人 要从两位老大哥的身上 学到一些经验 好吧 感谢你来到非女莫属 还要谢谢你的小礼物 谢谢万圣 谢谢 再见